成为广播人是许多朋友梦寐以求的工作 但人生的际遇有时候让自己无法立刻实现梦想 留下不少遗憾 为了满足对广播工作热爱却无法圆梦的朋友 郑升广播公司特别推出圆梦计划 让乐领朋友透过广播相关的专业课程学习 享受与体验悠游在声音世界的乐趣 郑升第一期乐领广播研习班 从109年11月30号起开班 小班之的教学包括了发音咬字 声音表情 新闻播报 广播剧演播 现场RA节目体验等多元内容 也特别安排金钟歌后吴敬贤及名歌手李明德 参与学员广播访问 每一次的课程都安排学员进入录音室实地演练 展现广播主持人的专业技能 我觉得我的声音的情感在第一堂课第二堂课 我是没有办法很自然地表达出来 上完了广播课程啊 觉得我有慢慢地进入一些广播的情况里面 它比较实际操作的课程 所以它会比较活泼 而且以前呢 我们讲话没有人听 那我们现在参加广播的话呢 至少我们讲话有人听 除了录音室录音 还结合正声摄影棚 让学员坐上主播台体验新闻播报 第一次上主播台难免紧张 但也留下难忘的回忆 各位好 提供您两分钟正声新闻及时快递 疫情带动国内旅游潮 山奈意外也暴增 消防署近五年统计 迷路是山难主因 第一期乐林广播研习班 于110年2月1号举行结业式 并由正声广播公司陈荣明董事长 颁发结业证书 结业不代表结束 后续也安排学员参与赫年短片 广播剧及广告录制 让这群乐林学员发挥所学 正声推出一系列乐林圆梦计划 除了有广播研习班 也有怀念金曲歌唱班 流行歌曲歌唱班 手机摄影班等 让不同的生命想象 都能在退休之后得到满足 以上新闻由记者简玉倩 周静蒲 黄紫荣采访报道 伤心的时候 有我陪伴你 欢笑的时候 与你同行 关心你的点点滴滴 整声广播电台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